《阿弥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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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继续讲《博说阿弥陀经》 我们现在《萧文解义》 《萧文解义》 这个意思是我们先把文字看一遍 我们解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里面我们讲到 舍利佛、祈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这一句已经解释得很清楚 差不多每一次赞叹、依报、正报的庄严 都讲这句话 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下一句是怎么样呢 舍利佛与如意云和 彼佛何故好阿弥陀 那个意思是说 为什么阿弥陀佛 他的名字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阿弥陀为什么不叫其他佛的名字 他这个名字是阿弥陀呢 大家知道 在《佛说无量寿经》里面有一句话 《法障彼修》第四十八愿 《佛说无量寿经》里面 有《法障彼修》的四十八愿 第十二愿怎么讲呢 舍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 下自不照百千一诺 那有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这个意思是什么样 如果是法障彼修成佛 如果是西方极乐世界 他所创作的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他的光明不是无限量的 不能造其他很远很远的国土 他就不成佛 那个意思是什么样 就是他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是光明无量的世界 所以阿弥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三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是从印度的梵文翻译出来的 阿弥陀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翻译出来的 阿弥陀是什么意思 先讲大家要知道一点点 阿弥陀佛的意思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是数量 印度数量就是 阿弥陀佛是一个数量 数出来的数量 阿弥陀佛是无 有这个阿在这个阿弥陀佛前面 这个阿弥陀佛就变了一个无 无量的意思 阿弥陀佛是无量 无量 光是什么意思 光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光 为什么他不叫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才对啊 因为梵文有两个音连起来的时候 他就把中间的音除掉 不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是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的光的意思 但是阿弥陀佛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 所以除了佛说《阿弥陀佛经》 还有佛说《无量寿经》 佛说《观无量寿经》 也有一部分翻译的意思 很多法师到印度里面取经回来 还学梵文 他们把梵文翻成汉文 其中有一部分翻译的法师 三藏法师 他们就把它翻成无量寿 因为不但是无量光 它也是无量寿的 无量寿 寿命的寿的意思 那么这个梵语 寿是什么意思呢 寿怎么念呢 阿弥陀佛 如果是从印度梵文 阿弥陀佛大概大家都知道了 无量寿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 当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两个连起来 这不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把中间的A字连起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是无量寿的意思 寿命无量 杰春佛 他这个极罗国土 发出无量的光明 在他国土的人民 在他的国土的证报 阿弥陀佛所有的一切众生也好 圣人也好 阿罗汉也好 菩萨 大菩萨也好 佛也好 都是无量寿的 寿命无量的 好了 我们讲无量光 无量寿是明字里面讲出来它的意思 那么光是什么意思呢 光是批于什么意思 瘦是批于什么意思呢 光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 光明是代表智慧 黑暗是代表没有智慧 愚痴 所以光明的意思 无量的光明就是智慧无量的意思 智慧 我们也可以说是般若 大家有没有读般若 波罗弥陀心经 也可以说是般若 那个光是代表智慧 无量的智慧 那么受呢 受他福德 没有福德的人怎么会长受 就是有功德 有福德的人才会长受 好像《因果报应经》里面常常讲 常常杀生的人 害众生的人 他这个果报就是不常受 不健康 越是放生 不残害动物的人 他是慈悲 常受 所以受的意思是福德的意思 我们从现象而本体来讲 智慧就是本体 因为这个国土充满了无量的光明 它的寂性就是无量光明 福德 受是代表现象 现象是它的作用 为什么是所的作用 没有寿命怎么修行 我们说我们佛教徒也希望长受 为什么你们佛教徒也希望长受 你不是贪吗 你贪长受不是贪长受 我们维持这个身体 希望这个身体不早一点完结了 我们保持这个身体去修行去 我们保存这个身体要做好事去 我们不是保存这个身体去贪嗔吃 我们不是保存这个身体去赌钱 吃肉 还 我们不是 我们用这个身体 我们用六根 用我们长受的作用 有长时间去修行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你自己反省一下 你用你的身体来干嘛 你保存你的身体一天三餐 四餐 五餐 常常吃喝 你保存你的身体 用来干什么的 是不是一个行尸九肉 神尸九肉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身体 就是不是个臭皮狼而已 你天天要给他吃东西 有什么意思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什么 吃东西 吃完以后饱饱的 睡觉 饱饱的 玩到年纪大了 一百岁 没有了 这个身体没有了 如果是你为了治养这个身体而已 来这个世界上 我请问你 人有什么意思 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 释迦牟尼佛怎么告诉我们 我们要利用我们的六根 用我们的身体去修行 怎么去修行 止恶行善 我们利用我们的身体 现在要修行 我们的身体怎么来的 待以前的业力 投胎到现在的 如果是你再不好好的修行 把你的业力去降服 把你的清净业力 你还是带你的业力投胎在下一生 下一生也很苦 这一生已经生老病死 已经有很多苦况了 你还把这个身体带到下一生去受苦吗 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跳出生时苦海 跳出六道轮回 你利用你的身体去修心 修心的方法有多少 很多 百千法门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很多修行的方法 你有没有去参考 你有没有去听 还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了 就要找寻这个方法 你不一定要找寻怎么发财 怎么找寻 怎么求财 求名 求利 你要求无上正等正觉 你要找寻一个走入圣道的方法 不辜负了你这一生 匆匆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讲 无量光 无量寿 光是代表智慧 智慧是它的本体 寿是代表它的福德 福德是它的现象 它的作用 我们说光是怎么样 横辨十方 寿是什么 树穷三计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智慧 这个福德充满了世界 不过我们见到如蒙 我们见 但是我们没有学 我们见到饱都不知道去学 所以我们古人常说 无量光 无量寿 怎么样 恒边十方 树穷三计 已经代表光跟寿是代表无量的意思 还有光是什么意思 我们古来的大德他们怎么讲 光是怎么样 寄而成造 不变常随缘 寿是什么 照而成计 随缘而不变 什么是寄而成造 照而成计 好像是相反的 根据我们表面的意理下 寄而成造 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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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寄 如果是我们用现代的言语怎么讲 永恒的 是不变的 这个常治光 那个本体 每众生都有佛性的本体是不变的 那个意思就是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成佛的 他内造了无量的光 不过这个光蒙尘 他这个尘埃 他的烦恼把这个光都盖住了 什么盖住这个光 是不是别人盖住你的光 不是 你自己做的业盖住你的尘 盖住你自己本有的光芒 所以那个寄是不变的 这个光是永远在你的佛性里面 不过这个光 大远镜的光蒙尘不显露出来 是不是别人给你的蒙尘 不是 你自己叫来的业障 看看你做什么 贪嗔气 煞盗 云妄等等 虽然它是寄 为什么是成造呢 为什么是成造 如果是你开始修行 你就成造 你现在极耳不照 你没有把你的尘摸光它 你没有随缘去修行 你极耳不照 极是本有的吗 本有的东西 你不把它表现出来 你不随缘的省差你的尘埃 你没有随缘修行 你随缘做业 随缘去贪嗔气 煞盗人忘 天天做 求名 求利 求财 都是在求你们干活 这个是智慧 福德怎么样 如果是你懂得照而长及 你的福德就来了 照而长及什么样 随缘而不变 什么是随缘 我开始修行了 我不要糊涂不糊涂的 我不要把这一生空过了 我天天吃饭 睡觉 都没有意思 为什么我不走到圣人之道上 去领悟的不生不灭 圣人无上正等正觉这一方面 所以照而长及就是随缘而不变 那个意思 我们就用疑心不乱这个话题去解释 志而长照 照而长止 我们念佛一定要念到疑心不乱 什么是疑心不乱 你又知道什么是疑心不乱才行 疑心不乱 疑而长照 疑而长照 不变随缘 疑心不乱 照而长及 随缘不变 我们先从照而长及里面再讲到疑而长照 为什么我们先从照而长及 照的意思是你开始修行了 你不修行我讲来没用了 照的意思是你要照见五愿皆空 你开始照了 你开始修行 你开始自己知道自己不对了 你现在知道心经里面 观音菩萨教我们怎么样 照见五愿皆空 度一些苦恶 你开始照见了 你不是用灯去照 你用心去照 你要修行 你开始照而长及 你开始照了 我们从第二个层面 照而长及 随缘不变 这一方面去解释 你心不乱 什么是照而长及 我们不是有一个能念之心吗 我们说我们是念佛 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谁是念佛的人 你嘛 我嘛 你跟我是能念 我们都有一个能念阿弥陀佛的心 我们说能念之心 我们有一个能念之心 我们能念阿弥陀佛的心 你有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心的举手 也有人有这个心 但是没有念 有人有这个心去念 他天天念 你喜欢挑选什么 你喜欢挑选 念还是不念 能念之心 常常常念所念之佛 能念之心 现在我们讲持命念佛 能念之心 常常都念 南无阿弥陀佛 常常念 六字鸿鸣 南无阿弥陀佛 能念之心 是你每个人的心 常常念 所念之佛 所念之佛是谁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能念之心 所念的佛 能所分明 念念无见 什么是能所分明 能念之心跟所念之佛 很分明的 不会说 现在我能念的心 南无阿弥陀佛 等一上我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今天去到哪里了 南无睡觉了 这个分明不分明 不分明了 能念之心有 所念的佛号没有了 你有这个情况出现吗 你昏沉的时候有了 你掉举的时候有了 什么是昏沉 你睡觉了 你念的没有心 再念下去了 掉举 你想东想西了 你能念之心 没有常念 所念之佛 你能所不分明 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的举手 我也举手 我有 我不分明的 有时我睡觉了 就不分明了 你不承认你 谁是能所分分明明的 每一个念头都分分明明的 请你举手 没有 有时你掉举 有时你昏沉 所以你能所不分明 念念无见 有没有 怎么是念念无见 我这个小时 我要南无弥陀佛 我每一秒钟都是念念无见的 没有间断的 你可以吗 我不可以 因为有时我大妄想了 我不是念念无见了 南无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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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十一点钟 我们大众吃饭了 南无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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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了 不是念念无见 念念断须 不是无见 但是如果你念念无见 这个就是能所分明 念念无见还是能所分明 行住坐卧 为此一念 更无别念 你可以吗 行也阿弥陀佛 动也阿弥陀佛 行也阿弥陀佛 欲莫动静体安然 每一段时间你都是南无弥陀佛 更无别念 为此一念 这可以吗 难 这个是适的念佛 还没有到理念佛 我现在讲的 先讲照而长几 照而长几属于试念佛 记而长照属于理念佛 你把照而长几好好地了解 你就知道什么是试念佛 你把记而长照好好地了解 你就是理念佛 你不用常常去找书了 你听来听去 你不懂得烧话 没用 你天天看这个书 听这个人讲 你要贵纳起来 你自己用你的思维去想才行 可不可以行住坐卧 为此一念 更无别念 如果是可以 你就是试念佛 还有另外一个批语 当你内不被欲望驱使 外不被环境诱惑 那个时候就可以念那分明了 我的心里面没有其他的欲望 我就欲望怎么样 我希望生西方救了世界 我希望阿弥陀佛加持我 使我可以长寿 可以念下去 我希望我可以多做一种行善事 止恶行善 你里面没有其他的欲望所驱使 你只有一个欲望 就是你要往生西方救了世界 没有其他的欲望 外呢 外没有所有的所缘境诱惑你 你可以没有一个所缘境诱惑你吗 你在这里念佛 有一个朋友WeChat来了 陈先生 今天晚上我们喝酒去了 好 喝酒 你就会喝酒了 你有环境诱惑你吗 你外不给环境所缘境诱惑你 你的佛号密密绵绵 不间断 不间断 不加折 什么是加折 加是你不用加进去很多其他 你不要乱想的东西 砸乱心 你不要有砸乱心 不加折 不加折的意思就是 不是阿弥陀佛的 你不加进去 其他的你也没有暂念 不加折 不加折 这个就是识念佛道的一心不乱 那个时候你的智慧开显 当你的智慧开显的时候 你就达到理念佛的一心不乱 你可以理念佛的一心不乱吗 你可以理念佛一心不乱吗 现在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你念佛了 大家现在知道照而长起什么意思了 知不知道 照是你的修行的过程 你识念佛一心不乱 就是你行住坐墨 一句佛号 内没有欲望 外没有所缘境诱惑你 你的佛号密密绵绵 不间断 不加折 不为其他一切的影响 你这个时候是什么 你是照而长起 你照之修行 长起是什么意思 疑心 长起是疑心 随缘不变 随缘是什么意思 随缘就是你天天随缘修行 但是你里面的坚固心 你里面的慈悲心 你里面的一心没有变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这个就是识念佛 好 今天我已经讲了半个小时 我也要 我没有一心不乱 因为我要到宝云岛去 没有一心不乱了 所以我们早一点停止 下一期来我们继续的探讨 什么是疑心不乱 什么是理念佛 什么是识念佛 什么是积而长造 自傲而长吉 什么是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我们下一期再讲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这样 inc fac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